series. 第八章 第八章 哈囉大家好 我是Gu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有效 非常容易上手的上斜方肌訓練方式 一個非常老派 但做很愛用的姿勢 盪鱗聳肩 尽管是一個較為好上手的姿勢 但還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會建議把槓放在護槓上進行這個動作 但如果你只有槓跟槓片的話 也可以放置在地面上進行 只是第一只會比較不好拆裝槓片 第二起槓時你就必須得用傳統硬舉的方式把槓舉起來 比起放置在護槓上形成相對長很多 在開始訓練時就會耗費較多的體力來完成準備動作 首先雙手握去寬於雙腿 如果有拉力帶的話 我強力建議使用拉力帶來進行上斜方肌的訓練 上斜方肌的訓練形成較短 卻可以使用大重量來進行 所以通常你會因為握力不足終止訓練 而非上斜方肌真的沒有力氣了 握好之後雙腿下蹲 用臀推的方式把槓提起 雙手自然下放感受槓子的重量 上半身保持中立不需過度挺胸 在啟動時使用我們的上斜方肌發力 就是平時聳肩的動作將槓拉緊 注意頭部與頸椎的位置 視線盡量保持看向地面 讓上斜方的活動範圍多一點 行程長一點 我看過很多人聳肩時臉也會跟著向上 第一會阻礙上斜方肌的訓練範圍 第二很容易導致頸椎不適甚至受傷 再來手臂不要有抬拉的動作 保持自然下墜 我看過很多人在訓練斜方肌的時候 會去刻意旋轉肩部 非常不建議使用這種方式訓練 大家可以看我的側面 下放置低一點時看起來有點圓肩 肩膀會往前帶 這是因為肌肉分布的位置 上斜方肌延伸到肩部的位置 所以下放時我會讓肩膀被往前帶 可以更完整的訓練到上斜方肌 訓練節奏我會建議慢拉慢放 甚至到頂點時你可以稍微停住 感受一下頂峰收縮 最後呼吸的部分 上拉時吐氣 下放時吸氣 維持每下訓練的良好品質 每個人的食品跟不同 有些人喜歡斜方肌 有些人卻不太喜歡 甚至覺得有點噁心 當然還有一些人是因為肩膀的股價比較窄 斜方肌練得太大 視覺上看起來會不太一稱 不過重點還是自己喜歡最重要 至少我覺得斜方肌練大 在穿吊嘎的時候很帥 不穿的時候更帥 你們覺得呢?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或想看更多 就歡迎訂閱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